这一波强烈大陆温气团呢,从今天一直到周五的清晨都是在它影响的期间 在这个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就是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那这一波的冷空气是属于比较干冷的形态 所以要特别留意夜晚到清晨这段期间的低温 那我们预估在嘉义以北这一带会容易出现有10度左右的低温 那其实甚至在台南以北的区域呢,会有10度11度左右的低温 这一波冷气团会持续的影响到星期五的清晨 尽管是属于干冷的形态,不下雨了,白天气温也会回升到17到22多左右 不过也要特别留意这太阳下山之后,日夜温差就会变大 而到了星期天又会有另一波带有水气的冷空气南下 到时候这天气形态又要变得湿湿冷冷了 这两天 这两天